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包括技术力 环保力 设计力 服务力 创新力等武力 并从六大类的居家跟文创用品当中15个品项 选出消费者心目当中的理想品牌 所以今天能够来此受奖的所有的现场的品牌代表 一定是消费者心目当中的一等一的高手跟好手 主持人为此次颁奖典礼拉开了序幕 现场也历临了多位长期关注居家产业的贵宾 为今日的典礼增色不少 重点就是在居家生活 生活的问题 今天要做设计的话 这也不是产业界的问题 而是要大逆转 倒过来看 从消费者文化公民权 消费者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我们一直希望做的事情就是为所有的品牌制造 为我们的室内设计师 为我们的消费者提供一个平台 能够推荐能够有一个对话 有一个媒体的功能能够达成这个部分 在这边也代表菲利普公司感谢消费者对我们的支持支持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希望漂亮家居能够继续这样的一个品牌调查 能够让我们每一个品牌还有在座各位能够继续努力 然后为了我们消费者的需要我们继续往下努力 透过竞赛的平台让所有人都紧张起来 那么这样子到最后我们觉得获利者就是末端的消费者 那么在这边那么也祝福今天得奖的各个优秀的品牌跟厂家 那么这些品牌跟厂家在这几年来我们都看到它的成长 首先公布的是冰箱类理想品牌前三名 依序为Panasonic Petouch家电 星河头须吧 接着电视类的理想品牌前三名为 Sony 台湾索尼 Panasonic 奇美 冷气类理想品牌用专业打造毅力富饶的好口碑 洗衣机类强调环保 节能 善用智慧让使用者更便利 音响及家庭剧院类的前三名 依序为Sony 台湾索尼 先锋 台湾索尼 以及Panasonic 投影机类的理想品牌让消费者有多元化的选择来满足全方位的试听享受 卫浴设备的理想品牌前三名为 合成HCG TOTO 以及凯撒卫浴 热水器用优质服务打动人心 提升品牌的核心价值 厨具设备将资源做有效的整合 品牌化的经营创造新的局面 厨房三机设备类的理想品牌排名为台湾櫻花 影像建筑元素的新纪元 家具类强调品牌定位 结合配置服务打造新趋势 超越传统光源 照明设备的品牌也凸显了LED照明时代来临 最后文创品牌的前三名 依序为法兰茨有限公司 流金岁月以及木匠兄妹木工房 今年更首次设立了由专业评审团 所严格选出的专业评选奖 得奖品牌分别为大金空调 凯撒卫浴以及诗肯幼木 为2011年台湾居家用品品牌 大调查颁奖典礼 画下完美的句点